在开始之前呢 还是麻烦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调研 如果您是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讲座直播 麻烦您在chat里边打个一 如果您是第一次打一个就可以 好的 谢谢家长 大部分家长应该都是之前有听过 大概第一次参加的应该有三分之一左右 好 那我就正式开始今天讲座 因为有一些家长是第一次听我们的讲座 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我和团队 刚才艾丽老师已经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 关于我们的学生的分布 还有我们的服务类型 我们主要讲座团队协作 我们的顾问老师呢 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门 SAT ACT AP考试一些专家 我们是各司其职 包括我们的升学顾问 一个主导师 然后还有其他的老师在孩子选校 特别今天咱们讲座的选校阶段 我们是团队决策的 因为我们希望通过每个人不同的经历和学习背景 给孩子一个最中肯最合适 最精准的这个学校名单 然后我的话是这个公司的负责人 我自己本身的话也是教育学专业和经济学 双专业 所以我在想可能在家庭教育和经济 就是家庭教育规划 包括怎么投入教育最合适性价比最高 我可能相对话语权多一些 因为我正好学这两个东西的交叉部分 那我们就今天开始今天的讲座 今天讲座分五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给大家讲一下美国大学的分类和分层 分类的话很简单 公立私立 公立里边的一些大规模的中立大学 还有一些小规模的中立大学 还有那个私立里边也分一些小的精英呢 还有一些非常非常小众 但有可能就业率非常好的学校 我会给大家一个具体的梳理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在选校过程中呢 家长是看着哪些点 我给大家每个都摆出来说 因为参加过我们之前讲座的家长 知道上个礼拜我们讲的是关于专业 你该选什么专业 什么样的专业 最适合你现在的这个简历 我们在上周一定有详细的讲解 但今天呢 我大概会花五分钟左右 也会讲一下专业这块的相关度 因为有些家长可能上礼拜没参加 另外一点呢 给大家预报一下 因为我每周都有讲座 本来安排在这周是另外一位优秀的 这个政学顾问 非常有经验 但是最近确实比较忙 刚开学 我们的咨询量确实比较大 我是不亲自带学生的 所以我的时间多一点 所以今后 你们会看到我们其他团队的顾问 但是大概率 看到我的概率是比较高 这给大家提前报备一下 然后第三呢 就如何避免全聚德 全聚德呢 这个一呢 是取自国内知名考压 北京考压店全聚德嘛 但是他字不太一样 这个词大概是在五六年前 国内传过来的 就是有一些小孩 简历背景都不错 结果申请记的时候 会全给聚 那这个案例 我今天挑了三个案例 都是真实的案例 有一个是在知乎能看到 非常详细 美国呢 也有在那个Quara上面 但我为什么不采取呢 因为可信度比较低 反倒是这个 就是我举的一个案例 一个是我们自己接触的 学生家长 不是我们的自己带的学生 但是后来又找我们咨询 来补救的 另外一会儿讲 那个国内那个全聚德的案例 非常有名 前一阵在网上 那个点击量文章非常高 后来删除那个文章了 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 今天你们的很多问题 可以从他的案例里边 看出端倪 特别是在座各位 如果您是国际学生 或者您是美国籍 长期在国内的国际学校 待的 那我觉得对你的这个建建意义 可能大于我们大部分的 这个本地家长 然后第四条有个Type 是2020年申请人的 最优选校方案 中间缺了一个鞋杠 是2020到2021申请记 这给大家说一下 然后第一部分 美国大学的分类 相信在座的家长 按照我们自己的理解 目前我们的家长分类 里边大概有五分之一不到 是在美国读本科的 然后研究生硕士 大部分的家长都是国内 985至少是211 通过各种途径 就是工作或者投资移民 还有亲属移民到了美国 然后孩子现在基本上是在高中 出入这个阶段 本科就对于美国的 和研究生过来读书的不太一样 这个点主要是 你的基础的价值观的构点 和你的那个通识学科的 那个基本教育培训是不一样的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的家长会和孩子 在历史上有些偏差 一些争议 很多原因是源自 你大学教育没有在美国接触过 我们团队的老师 都是在美国上过四年大学的 有的是在这上过高中 有些顾问是整个在美国长大的 所以他的价值观和美国大学 他的录取是一些点非常的契合 这个一会儿会讲到 这个有一个案例非常明显 就是当两个意识形态碰撞的时候 你成绩再好 他是不会要你的 然后公立大学 私立大学 美国大学的基本的两个分类 我们就讲和大家相关的 因为有些大学 大家是不会去读的 你像美国有名的一个教育集团 Laurate 他是一个到处并购私立学校的 他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公司 叫凤凰大学 University Phoenix 如果大家经常开车 去一些城市的市中心的话 这个学校是一个成人大学 花钱就可以去读的 这种大学也是私立 我不考虑在范围内 我们先讲公立大学 公立大学 我把它分成三个档次 一个叫公立旗舰大学 旗舰大学就是典型的大型的大学 以加州大学系统为主 他有诗所分校 提供本科教育的有九所 除了UCSM 加州大学三番分校 他是专门做医学院的 他在三番市里 所以他不算 每个州都有 你像我之前在的 我的大学 华盛顿大学 他是华盛顿州的公立旗舰大学 然后往南一点是俄勒冈奈克的总部 就University Oregon他也有 你到阿肯萨他也有 你到肯塔基他也有 所有的州都有这么命名 个别州 就是你像亚利桑那 他有University Arizona 就亚利桑那大学 还有亚利桑那州 州立大学 ASU 按照惯例 如果他的University在前面 他一般是州内旗舰 你像密西根大学 University Michigan 他是一个公立 但他的排名长年前三十 专业非常强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起这个名 这里边可能那个原学的这个用法 我不是特别熟 但是很明显的一个规律 如果是University前面的公立大学 一般是公立的旗舰 那第二类呢 就是公立普遍大学 我方普遍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告诉大家 他公立里边 有一些学校是专门给大部分申请人的 就是他录取率极高 百分之七八十 甚至更高 他是提供大家一个基本的教育 基本上你满足高中毕业 你成绩差不多 你都可以去读 你像在加州 我们叫CSU 一会儿有一个slide专门介绍 他实际上招的人比UC要多得多得多 就是加州州立大学 在华盛顿州 叫华盛顿州立大学 他在华盛顿州的东部 一个比较干燥的地方 然后在亚里桑那叫ASU ASU反倒他的排名 比University of Arizona要高 ASU也是很多加州的家长 就是我帮我们的学生 一个很好的这个保底的选项 这个学校录取率非常的大 他的教育更多的是普遍性 这个学校排名之所以一直上了 前100前80 就是因为他们一直没有通过手段 来降低他们这个招生人数 他们一直在扩招的状态 然后下面再下面一个呢 你看我刚才列了两个例子 就是Sunny C-U-N-Y 还有一个就是S-U-N-Y 这两个系统呢 它是纽约州有名的公立大学系统 里边有很多我们儿熟能强的这个大学 你像水牛城分校 还有在前100里边大概有私部所 他们的性价比极高 我很多年前有位同事 在其他公司有同事 他当时家调整很一般 他就在国内读了一个外国语学院 然后呢 他在通过读那个纽约州里的一些学校 纽约州里的学校有个特点啊 因为纽约州比较难 他们的那个补助特别大 所以他的学费 即使作为一个国际上 也是非常低的 所以这个当然很多家长 有可能你也是那边毕业了 就整个孙女系统 性价比非常多 这是一个很多加州家长 不会合的点 因为介于我们的家长 现在哪里都有 所以我以后讲的话 可能会稍微快一些 不仅限于加州 然后第三档呢 就是公立的社区大学 遍布在各个社区 社区大学 社区大学顾名思义 就Community College嘛 准确的翻译就社区学院 它是任何一个社区 它到一定人数 它一定会有 就像你们的公立高中一样 这是给高中毕业 没有申请到大学 或者是那些高中毕业 之后辍学工作一段时间的 孩子和学生啊 他们来读的二次教育的机会 这个是属于美国的一个特色 别的国家我不太清楚啊 有没有 至少中国是没有啊 加拿大也叫预科 它不一样 但是社区大学呢 给美国提供大量的 这个学生一个底线 这个是真正的保底 很多家长就说 啊那不行 我还得去去社区大学 如果进了UC Berkeley 或者UC Davis 这个一会儿可能 我们再单独讲 就社区大学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虽然都叫社区大学 理论上讲 它的教育是无差别的 但是呢 如果你去UC Berkeley 网站去深发资料 你会发现 它有一个排名 就是它的Feeder School 我们自己有个排名啊 点击量非常高 就是我们告诉你 湾区哪所高中 伯克里录取人数最多 最多的那个去年 至少是去年啊 是前年了 前年的数据 都是在三番的那个 Law High School 录了106个 伯克里录了106个 这个数字呢 是北上广深加起来 总和还得多 非常惊人啊 只是一个公里高中 和我们湾区的一个高中而已 其他七八十的一堆 社区大学也是 录取伯克里人数最多的是 Diablo Valley College 是在我们办公室 东湾办公室的 往北大概开车 15到20分钟 在Diablo Hill那块 他那个学校 每年录取伯克里人数极多 那家长就说 他是不是离这学校 教学质量好 质量好 其实真不是 只是因为这个地方的地域特点 有人说 他是不是离伯克里近啊 像南加州 那个Santa Monica College 他录LA的多 不是 地域呢 他学校不会歧视你 只是因为他离得近 他就说 我就多说 没有这种逻辑 但是呢 因为离得近 这帮孩子的入读意愿比较高 这个是一定的 你假如Santa Monica的小孩 他录了UCLA 录了UC Berkeley 他去UCLA的概率更高 这是为什么 我们北加州的孩子 录取伯克里的概率 远大于UCLA 他有一个 这个学校U-Rate的问题 所以这个问题 咱们不展开讲 以后一定会有单独的 这个设计大学转型的讲座 今天主要针对大学 然后私立大学 私立大学分的就更细了 第一个 私立经营大学 给大家看一个例子 这些 大家看美国经营大学里边 这个图呢 是网上直接截的 能搜到的 用的比较多 实际上它里边 大部分是私立大学 大家从头到尾看 里边包括藤孝 包括Amherst 就是那个文力学院里边 常年排第二的 Williams College 也是私立 里边为 为数不多的功力呢 就是我们熟知的 伯克利 UCLA 还有密歇根 弗吉尼亚 这是美国功力 一直最强的学校 也是有功力排名里边 最高的 这些都是每个州的 旗舰大学 功力非常强 但是大部分经营大学 一定来对于私立 因为他们的财力雄厚 他们可以用丰厚的奖学金 来吸引 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不光是美国本土 最优秀的 这个教授 这就为什么很多 比较懂航的家长会发现 藤孝的教学质量不好 不是很好 相比很好的文力学院来讲 为什么 他用这种 哈佛的教授 这种Tender Track 来吸引全世界最优秀的学者 来给他做科研 做项目 因为做科研 做项目的收益 远远超过 我来带一个大课 教学生的这个收益 他还会放很好的老师 但是不可能比文力学院好 如果单论教学质量 没有什么大学 可以和文力学院来PK的 因为文力学院就是教学 老师是没有科研任务 在座的家长 可能有做科研出身 做PhD的 你们知道那个工作量 一边教学 一边做科研 这个是非常牵扯经历 所以这是一点点 我们对大学教学质量的理解 但是实际上 大家是在看牌子 这个非常关键 有时候科学的事实 带不了人心的信念 就是大家都认为对的事 反倒比科学论证的事 要正确 这就是这么奇幻 然后我们接着说 第二类精美的文理学院 这里边私立精英大学 我给大家把范围 扩得大一些 我们不要光以为是藤校 美国前三十里边的私校 我个人认为都是私立精英大学 因为他们的录取率 都非常的低 我是以录取率 来看他们的标准 我不代表他们的教育质量 但所谓的精英 就是在社会上稀缺性 他的录取率越低 他在社会上 每年毕业的人数越少 那稀缺性相对就比较高 所以在 找工作就业 甚至创业融资 任何的 包括去dating的时候 你拿出来的时候 就是比别人少 那确实就像 你背着一个限量版的 爱马仕包一样 一些妈妈们背着那个包 他实际上就是代表一个稀缺性 一个身份的象征 具体能力的话 能比那些排名 低十位的学校高多少 这个不好说 这个因人而异 然后呢 下一类就是文理学院 我们去年有个专题的讲座 大家可以去我们YouTube channel去看 我们当时请了 我们去过往的一位学生 录取到了Williams College 结果呢 这个学校还真的是 我们预测的一样 在疫情期间 这个学校处理的特别得当 最早开学的 去年线下就开学 疫情比较严重的时候 每个学生一个宿舍 准备好充足的水和食物 然后做好了充分的隔离和检测 学校没有爆发 可能也一年中一两例 就是他可控 这个事实际上都有 都能做 但是呢 对财力的要求 对学校领导层的要求非常高 为什么藤校没有一个做的 藤校全部改成线上 他不在乎 因为我就算让你永远上网课三四年 你也不会走 你要的是我哈佛这个牌子 所以说家长也知道 如果你将来选了 今天这条学校的道路 你的牌子在你这个付的学费 和你付的effort里边 占的比重 要大于你的这个体验感 因为体验感好的 不见到排名高 他这个精力不在一块 这就是很tricky一点 如果你是个明星 你有这个牌子了 你不需要那么努力了 很多人不是明星 他一直在努力的路上 他就会保持很好的服务状态 就是为什么 很多私营的那个 私立的学友教育指定非常好 服务也一流 就和家长如果你去看 你去政府去DMV办事 和去一个 insurance公司 去一个买保险的公司 那完全不一样 insurance公司想挣你的钱 他是玩了命的 做好最好的服务 你去DMV 他死工资 不就变成数懒了吗 半天反应不过来 大家看过那段话片吗 所以就是不一样 我觉得家长要调整起望值 千万不要以为名校 代表教育指定一定好 他的体制决定了 他不可能那么好 然后我们再往下挪 私立城市大学 这个名字 家长千万不要 把他和CityCode 联系在一起 之所以有城市面名 是因为我发现 这一类大学的 都是以城市地名为面名 他不是以私人的名字 你像哈佛 这个耶奥 都是以人民为面名 孔廖这些 但是私立城市大学 它是以城市面名 大家看一下南加大 USC 对吧 他就是在 一看南加州的大学 非常通俗一种的名字 非常好的私校 电影系 这个导演和艺术系 全美文宁 然后纽约大学 他的商科 一直是华尔街 最炙手可热的 这个供职人所在地 然后BC 处于波顺的 波顺的学院和波顺大学 一直也是常年 排名在前40的私立学校 然后还有东北大学 也是这些年 发展比较快的一个学校 他的满意度 还是非常高的一个学校 就是大一先生 升大二的改率非常高 也就是这个学校 你不管说 他排名是刷上去的 他的历史太短 你没有太长的人文气势 但是有一点 他的数据非常好 他的大一 升大二的时候 转学率特别低 就说明学生满意度很高 这个学校就是典型的 客服型的学校 我的历史短 没有太突出的一些学术成就 但是我的客服体验特别好 他的录取现在 数据现在非常惊人 他录取率很低 20%以内 他录取学生的 这个程度也非常强 就是这两年刷排名的一个效果 然后还有我们 位于硅谷 我们盛河泰机场 盛河泰机场附近的 那个Sanical University 这个学校呢 也是典型的城市大学 从来没有排名 从去年前年开始有排名 一下就在50名左右 但是呢 如果不是疫情的话 我个人觉得他 去年就在进前50 他将来早晚进前50 因为这个学校的 各方面的体验满意度 包括他的资金财力都很高 就看他愿意花多少钱了 能不能进前50 然后最后一位 私立偏科大学 这一辆大学呢 比较特殊 不多啊 你举个例子 医师类排名最高的 罗德岛艺术学院 Roy Wistie 考验的小孩一定知道 是艺术类排名 一直常年第一的 他非常小众 他和那个 虽然和布朗 有些合作项目 工程和家艺术 但是呢 他从前来说 它是个比较小的学校 而且比较偏科 像Emerson College 这是国内机构 特别爱给孩子保底的一个学校 这个学校是 几乎见人就怕八五分 非常小众 在Boston 一个学传媒科 在业内比较有名 但是我个人不建议 这个学校我不太建议 因为所有的孩子 都拿到保底 真正去的 真的是非常非常少 因为他实在太小了 实在太小 而且专业太偏 而且他所处的这个行业呢 不太适合家境 非大富大贵的家庭 因为传媒这个行业 没有门槛 很难界定 他的工作质量的好坏 是很好玩 但是呢 这个收益的话 不是特别高 然后Boston College 这个学校一会儿 你会看到 在另一个排名 他的 他只有一个商壳 而且是创业学为主打 创业学 他们这个学校 从高一开始 从大一进去开始 你就会有自己的项目 学校给你一笔钱 你去创业 你真的在创业 你这四年 一直在学习创业 非常非常适合那些 我就要创业的小孩 但是有一点 如果你能进疙瘩 你能进stamper 这需要不要考虑 但是如果我们 我孩子非常有商业头脑 我的成绩没有那么强 高中的话 我做了很多商业的东西 能够证明我的商业潜力 这个学校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他真的是教学质量非常好 因为我有同学在里边读书 读完BA体验非常好 就说讲这个 这个学校教的东西 非应用性极强 你见过哪个学校 会让孩子 从开始就 学校拿钱给你创业 你做这个项目 这是最有用的学习方式 商科是一个英文学科 不需要太多的理论 因为你所学的东西 有可能明天就过气了 你举个例子 如果没有在打压数字货币的时候 那整个金融体系是要改变的 那你商科里边 所有的教材 那是没有用的 你的美元金本位 对吧 这个森林体系 这整个这条系统 是已经彻底崩趴了 虽然现在 各位在打压数字货币 但是我们能看到 商科是个应用性非常强的行业 所以我个人觉得 如果你进入了特别好的学校 这个学校是个不错的选择 然后我们再接着来 美国公立大学的典型代表 刚才讲的一堆 给大家举一些具体的例子 UC加CSU典型的加州 这两个学校已经涵盖了 整个加州 我觉得一大半以上 那个应届毕业生要去的学校 因为去社区的也有单排除 大部分大学都落在这两个地方 CSU有23个学校 非常大 它的招生数量是远超过加州大学的 下面SUNY加SUNY 是整个纽约州 纽约的人口是远超加州好几倍的 它是呢 不是加州好几倍 是湾区 它整个比加州 纽约州的人口密度比较大 所以它的大学分布也相对 比较集中在这些学校 然后再下面就是比较有名的 OSU和ASU Penn State 都是比较有名的 再往下就是这些州立旗舰 再往下有几个学校呢 家长就像会confuse 你看佐治亚理工 佐治亚Tag 很多家长以为是私立 因为它的名字太私立 它是公立 它是公立大学 很有意思一点 然后呢普渡 普渡大学以为是学佛的 是学佛教的 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好的理工学校 它也是公立 它名的非常像私立 这有个别的例子 给大家举一下 然后加州公立大学分离 还是要骗一下我们加州的家长 因为加州家长占我们一半以上 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是去年那个数据 没有更新 UC整个四年 它吸收的学生大概是22万6千 就整个本科段 研究生那里不说了 然后呢 CSU大概是40多万 40多万 这个数字我现在 然后呢 Community College在加州 大概是有116所 然后大概有2.1个million的学生 在里边 enrollment 当然这个设计大学是比较宽泛 很多人是工作五六年之后 才选择读设计大学 但是永远可以回炉的一个机构 所以大家看前两个就知道了 其实加州的很多学生呢 成绩一般它是走CSU 但CSU还是那句话比较tricky 如果CSUcampus你选的时候 它说的不是那种EPECT的major 或校园 它有大概五个 是比较competive 就竞争力比较强的 你需要看它具体网站的招生标准 不是你卡了标就可以去的 这种学校值得去 其他的我不太建议 我宁可让孩子去设计大学 读一读去转 也不要直接去CSU里边 不是特别好的campus 就是学风一般 你的peer的水平也没有特别高 将来学历的含金量也不是特别高 反倒适合GAP一年去社会实践一下 让孩子知道读书的重要性 然后再读社区 当然社区的话还是有一定的问题 孩子资质率比较差 可能也不适合 这个可能以后专题会讲 然后第二点就是以下考量因素 在座家长可能孩子马上要申请 或者是这一两年就要申请 所以我们要考虑哪些点 是哪些维度是我们要考虑的 然后第一个这个就是排名 排名是不可避免的 非常在重要的一个因素 这个排名的这个依据呢 非常细 我们今天没法具体讲 但是大家知道 就是他目前是美国和全世界 最认可的本科排名方法 好不好用 不管再多的这个争议 和很多人去那个联合抵制 但是变不了 为什么割据已经形成 假如说有些学校说啊 我们来一起抵制这个排名 你觉得谁会参加呢 那肯定是50名60名往后的吧 或者100名开放的学校愿意 但是之前那些已经 establishment 就已经是在这个旁单里边 排名比较靠前 享受这个福利的 我不可能去和你抗议 我只可能表面统议 但是我背后里边 还是支持这个排名 因为这个排名 完全依赖于 他发的问卷 这个问卷发出去之后呢 每个学校要给对方互打分 那如果大家都不填 其实这事就解决了 他就没有排名依据了 目前为止 就一个学校一直在抗议 里德College Reed College 在波特兰的一个文明学院 这个学校就是以前 乔布斯的母校 读了一年 可能一年不到 我就辍学了那学校 这个学校一直就 我就不交数据 我就给你对抗 他没有排名 即使有乔布斯这样的大名 也很少有人去审 非常有人认 而且这个学校呢 大家可以在网搜的视频上 这个学校是极左极左的 这个教育理念 就是他的 有一个新生 新生的一个 介绍会 就是那个 我都忘掉什么名字 好多年没参加了 新生的介绍会的时候 一定学生觉得排的句抗议 打断老师 抗议我们觉得李简阳 但他那个理由非常突兀 大家可以看到 李德这个Coder 就像乔布斯当年去读的一样 非常的自由派 但是大家也知道 如果人在极端自由的环境下 他不见得会走一个 可能很难对他适合的道路 所以这个学校 他没有授意 变成了一个业领 他没有排名 国内学生几乎没有审 我就没见过任何一个学生 我们国内学生虽然很少 国内但国内的网单 每年我都看 没有人是这个学校 所以你觉得他是得意的 还是失意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排名 因为很多家第一次来 可能不太清楚这个排名 我们自己办公室有个图 我们自己做的稍微好看一点 给大家稍微看一看 就过一下 大概你知道 每年都会变 但是他的基本格局不会变 普林斯顿已经连续N多年 是No.1了 毫无争议的No.1 但是我们信不住第一 永远是哈佛 不管是谁来排 普林斯顿第一 哈佛第二 哥达第三 MIT第三 耶鲁第三 然后Stanford 大家看一下 前世里边有基础 他不是藤校 MIT不是藤校 Stanford不是藤校 芝加开大选也不是藤校 然后呢 西北不是藤校 杜克不是 约安霍布金斯也不是 也就是一半一半 藤校你们认为好的藤校的 那个Carnard在这 Carnard已经排到18了 我记得 我看看 17位 17位对吧 大家认为Carnard 伟藤 小藤 我们有各种教法 他排名和录取率 还不是一回事 就这些学校里边 录取率率低的 应该是Stanford 但他排第六 Carnard的录取率呢 是整体来讲 是要低于这个 第十名的 约安霍布金斯的 所以一会儿我会提到 这个录取率和排名 不是一回事 所以家长要看排名 是一排名 你要看录取率 你的录取率 你在选项的时候 你要搭配着来 你要跟你录取率 当然录取率还是相对的 你成绩如果是很高 你的录取率对你来讲 可能是有点太保守 同样你成绩过得特别差 哈佛的4% 5%的录取率 对你来说 可能需要除以10 需要0点几 所以这个每个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再继续 再往下大概给大家过一下 因为可能很多家长 不熟这个榜单 网上都能查到 加州理工12 达特茅斯12 也是成效 圣母大学15 范德堡15 莱斯17 华盛圣路易斯19 UCLA20 大家看没有 前世里边到第20位 才是UCLA 以前的话 它是一所功利 全是私利 往年也是这样 如果前世里边有功利 那只可能是伯克利 或者LA 仅此而已 至少过去10年是这样 每年我都看榜单 我都知道 然后再往下看 Emory Emory一直前20里边 大家都认为比较好深的 然后Berkeley 南加大 这个乔治诚 乔治诚前些年 一直是前20 现在也跌出来了 卡尼西培隆25 密歇根公里 韦克森林27 弗吉尼亚公里 佐治亚里公 排名非常高的一所公里 然后基本就这个榜单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文力学院 我们也比较看着文力学院 因为我们觉得 学医学法这批孩子 如果家庭条件比较不错 父母不在乎 孩子马上挣钱 非常好的选择 而且有些孩子是文理兼备 既然我们有个家长 给我的那个描述 我觉得特别好 他说文科生里边的理科生 理科生里边文科生 他对了儿子描述 我觉得描述的特别精准 我就说 那你好好考虑 那个叫文理学院 非常适合你孩子 他既然你已经知道 他有这个点 你就不用太担心 我说你们又不是那种 好多个孩子需要 将来需要那个支付 他们很多生活成本 不需要 你们条件也非常好 父母都是 那个高输入的职工 那个那个职员了 然后呢 孩子也非常懂事 就是没必要 我觉得是 我觉得文理学院 不是个 不是个坏的选择 大家看看文理学院 第一第二呢 常年不变 永远是Williams College Emerson College 大家为什么知道 排名这么固定呢 他们这个排名里边 有个很大的比重 就是这里 专家意见 百分之二十 顶级中大学的校长 教育长 院长 对同行的评价 评分一到五 最差一 最多五 假如说 我是西雅图大学的校长 我是西雅图大学的笨校长 在想象 他发到问卷 我来给那个打分 我给哈佛 那肯定就 肯定五分啊 普林斯顿五分啊 南亚大 那可能四分吧 或者四点五 我不知道 但是 我所有的这些印象分 来自于US News排名 因为US排名 从八十年代就有 所以他形成了一个死循环 你的这个百分之二十的分值啊 非常高的比例 因为别的基本上又固定的 这百分之二十的分值非常主观 而这个主观 大部分是来自于 你平常对学校的主观印象 这个印象来自于 就是排名 所以它是个死循环 一旦形成这个印象 就很难改变 你像我们经常摒弃的一些地狱炮 对吧 我们对一些地狱的歧视 你像我们山东人 他们就说我们大男的主义 你像 东北人就说 那个讲话比较比较比较火啊 这个那个女性就比较 比较凶猛一切啊 然后南方咱们就觉得啊 呃比较小小一人 其实都不是这个 他代表一定的这个比例 不代表全部 这是非常不客观的 但是因为我们有这种刻板印象 所以我们判断的时候 会有这个先入为主的概念 大学排面也是一样 我们对奔驰宝马 还有很多人说沃尔沃的安全性好 你如果去看数据 你会发现沃尔沃的数据 还不如一些日本车 但是这个刻板印象是花了很多年 不管是刷榜单 还是刷媒体 他刷出来的 会让我们做非常简单快捷的 那个判断 就是为什么大家一想到选校 腾校 我第一反应就是腾校 我不知道好不好 为什么 这就是刻板印象 刻板印象对人的影响非常大 你不能忽略它的价值 因为你不在乎 你的雇主会在乎 社会会在乎 你要做一个权衡 所以这个非常关键 这是给大家分享的一点 我个人的一些小人的认知吧 然后我们再看第二点 那就是涉及到专业了 很多家长就说 我们在乎排名 但是我不希望孩子学一个西洋产业 我不希望孩子到那个腾校里边 学英文专业 或者欧美文学 比较文学 什么国际关系这些东西 或者东亚 东亚学习什么 或者甚至学Chinese 我觉得这是个点 这是考虑 但是你要看你的综合实力 这个呢 我用过很多次这个数据 因为这是目前为止 数据统计量最大 最权威的一个 关于专业 专业也代表是行业 你学的专业 和你未来的行业挂钩 你学什么的 你看 职业生涯收入最高的 一定是理工科 经济除外 经济这个是比较tricky的 因为他这个学历 很多你想 哈佛 哥伦比亚 Stanford 他本科是没有上科的 一般学商就是学 所以这些是有误导性的 他收入高 如果你是普通大学阶级系 你收入没有这么高的 大家看看 基本上就是 电子工程 计算机工程 护理 化学工程 数学 统计 会计 物理 一直走 他的收入面积率高很多 他的中生收入 很简单一点 我就有这么和家长说 怎么判断一个专业 就业好不好 你看看难不难学 大概来讲 如果比较难学比较难进 这一般是个好专业 但是有一点除外 如果你是学一些自然学科 那是比较难学 也不一定好就业 你像物理 像生物 像化学这些 就这些是除外 正常的应用学科 我想的是 那可能好就业些 还是一句话 每个家的预算不一样 你们要看你们对孩子 本科毕业就业的要求 有多强烈 这个是决定你们选校的 一个重要指标 然后再一个好消息 就是对于加州家长来说 我觉得你们很幸福 你看加州这些学校 前50里边 他有这么多 就整个加州 咱不说出别的州 文理学员比较顶级的 我们有这么多 然后还有一些 比较好的regional学 这些学校就保底了 这些学校已经倒闭了 Mills College 现在还在开 他已经不招生了 他已经现在要 就是和伯克力在合并 要变成伯克力的一个分校区 这个我们之前一篇文章 讲这个百年老校女校 倒闭了 因为疫情 所以这些学校就小心 小心 还小心 考考考理不用担心 他的加州州里有的是钱 加州政府会给他们钱的 大家看一下这些案 一个加州 咱们有这么好的学校 Stanford 加州理工 UCC就不要讲 南加大 然后呢 斯立好大 还有Piperdine Santa Clara 然后呢 顶级斯立文理学院 我们南加有五校联盟 非常强 可以去加州理工拿课 当然你得先能进去 这五个学校都不好听 非常难听 你录了一个 你录了全部 你可以去周围拿课 只是你毕业生主义一样 所以我觉得加州的家长 还是比较幸福 教育资源至少比9个要强 看一看 我们接着来 专业讲完了 我们看位置 位置非常关键 很多可能家长听别的讲座 或者自己做research 对位置要求不严 其实我个人觉得 美国这些年的经济变化 和就业机会来看 包括这两年 这两届选举的分裂 你能看出票仓的分布 政治立场的 大家的边缘化和对立 代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 任何一个社会 如果大家屏幕差距小的话 它不会产生太大的社会矛盾 但是现在世界已经走到了 因为疫情 因为中美关系 中美的屏幕差距都逐渐拉大 这次疫情 像美国联储局大放水 利息这么低 为什么房价涨那么多 很多理性家长的无奈之举 因为我的工资交税那么多 我还不如推迟交税 反正以后 岁数大的工作能力肯定下降 对吧 特别是工程类的 那我就买房 买房至少 房子甚至可以对冲我税收的压力 就是很多家长已经是那种非常高 高知家长的一个合理收取 这就导致越高收入家长 他在房越多 他的利息越低 他的资产越多 对吧 那本来就低收入 或者学历一般的 我本身我房内都还不起 或者我买不起房 我更上了车 为什么 我这么好的事情我拿不到啊 因为我收入没有那么高啊 因为在硅谷 你虽然说大家都是工程师比较多 我个人感觉啊 虽然没有做我严谨的同居 做高 就是高收入的家庭的比例 就是夫妻都是那种高性格的 他一定会低于百分之 15到20 不会超过这个数 因为大部分还不是 因为科技公司也分三六九等 我接触很多家长 不是收入那么高 不是期间都十几二十万 加股票的 因为这是一个存量市场 你在渗透别的行业 那几个大企业的时候 别的行业在萎缩 所以就是这个表面富华 所以多得拉扎 平板差距 所以我觉得家长在孩子选项的时候 一定要在乎这个地域的发展 这个地方有没有前途 首先湾区 你看这个房价 湾区就很有前景 对吧 这是为什么很多家长很紧张 很焦虑 希望孩子能够念一个 比较好的学校和专业 我理解这个压力 但是你要把教育看来一个长期过程 我个人感觉 本科孩子一定要学一个 比较基础扎实的学科 而不要学那种太技能型的学科 因为那个会让孩子的技能受限 那他将来在自己专业领域的发展 会影响 你举个例子 我之前讲到请了一个嘉宾 他是做医疗公司的 他是耶路毕业的 我们在聊 他就说 因为疫情期间 疫情刚开始的时候 是恐慌阶段 公司大量裁员 所有公司的裁员 因为不确定性 他先采那些 后期转码的 就我原来可能学材料的 我原来可能学那个统计的 后来我就是 为了就业 我那天就学了个coding score 或者我研究生读了一个 一年的master 我就学了一个 data science之类的 比较容易的技能 我进去了 结果先采那批 对吧 本科那批最后排的 因为他本科四年 学计算机科学 他把整个的这个系统 系统先学了一遍 都学了一圈 所以他的基础就比较扎实 技术带怎么迭代 他的仿内心在这儿 硬件人家都懂 对吧 所以就是我就告诉家长 就是本科阶段 如果有条件运行的话 让孩子学那种 硬技能硬学科 不管是文或者理 或者社科 学一个系统性的 学一个大学科 不要本科就那么小众 除非呢 您家的条件不允许 你需要孩子本科 马上就业 来补贴家用 这个我觉得是可以理解 这种情况除外 因为本科这四年 真的是比较宝贵 孩子价值观形成的四年 还是要学基本功 可以两个专业 三个专业都可以 但是不要取巧 学一个太阳化的专业 然后位置咱们就看 你就看人口净流入 湾区的人口的比例 非常年轻 净流入非常多 这么多年 房价再高 一直有人来 为什么 全国各地 有钱的 有财的 有高学历的 都拥入硅谷 因为他们在不断的 更换硅谷的血液 把大科技公司里边 最好的职位清洗一遍 他们来竞争 那最好的职位 所以硅谷 德州 包括西雅图 房价涨得快的地方 一定是将来人口净流 你说啊 那将来大家待不下去 待不下去是个别人 他一直在进入 房价之所以涨 是因为供需比例失衡 买的人比卖的人多 就这么简单 有的时候开玩笑 就说 硅谷的经纪人 是比房子要少的 就硅谷的房 比经纪人还要多 这是真实话 硅谷 因为硅谷的房子 是不愁卖的 你出来一套卖一套 特别是学区房 是吧 他不是说 你像那个 在硅谷真正难做的 真正容易做 也是最难做的 就是卖房经纪 因为他不愁卖 我就让你加钱不行了吗 所以说 很有次一个现象 就大家要看这种行业 如果在学校 排名差不了太大 专业科幅的话 选区域 这也是解释 为什么加州这么抢手 即使博客历大 这么不喜欢啊 各方面教学指令啊 包括这些 一些政治理念 但是因为他的就业太好了 他位置太好了 包括这个湾区的 咱们包括南加州 整个加州这些学校 还有天气 天气你没法比啊 没有冬天 对吧 父母年龄大一些的 家里边有老人的 小孩要读大学的 那加州除了生活成本 多别的真的是天堂年 还有税数高 这个就不说了 然后大学亲自排名啊 刚才讲了半天 那我们说 我们孩子又不是学精算机 我们能不能看一个大概率 那可以 看这个 他也可以去网站看啊 看看 但他还是又回到了 因为过去十年 包括未来可能十年啊 就是理工科的天下 无可置疑 商科也可以 商科也是在理工科 这些行业里边做商科 大家看排题的MIT 他的那个STEM学历的比例 68% 哈维马的75% 普林斯顿49% 对吧 这个数据非常笼统啊 他是讲的 整个这帮毕业生里边 做调研里边 反馈给这家组织 他们告诉他毕业的薪资数据啊 你看MIT Career Pay 就是在职业周期的书 还有这个 早期刚毕业0到5年的 这个书就非常高了 因为什么专业都一样 你可能学英文数学 你可能学基产机的 我们不要看最高 我们看大概率 所以这个数据能够 很大概率的反映 这个学校的这个就业情况 还是很不错的啊 然后中间这个呢 是你们的孩子非常在乎的 叫满意度 就他对他觉得这个工作 是不是造福社会 因为美国长大的孩子 他有一个普世的价值观 他不会说是为了挣钱而存 他宁可少赚钱 他觉得他的事有价值有意义 这个是一种 这个什么 进步社会 我觉得文明社会的一个体现 不是说只为了挣钱 他觉得身生要活得有意义 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鼓励的 只是说要把握一个度 孩子要有自己的谋生的技术 所以大家看这学校 你看这个学校就很典型 刚才我提了 巴布森 College 这个学校是主要稍微要上课的 他2%是STEM STEM呢 他是在那工作 这个学校没有理工科 他学商的 就是他里边2%人在这个行业里边工作 他薪资非常高 七万七 就起薪 上课里边不错 所以这个学校就业率非常好 Santhicard也是 就是整个学校毕业 他不是指 他的问号是发给所有毕业生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这个宝带 这个宝带还是有一定的普世价值 虽然不精准 不到专业 但是我觉得 大概率来讲 还是很有参考价值 但是很悲惨的一句哈 你看除了是这种 Santhicard和巴布森 有学校特点 或者地域特点 大部分学校还是排名高的学校 你看全是排名高的学校 腾校 哈维骂的虽然不是腾校 但是也是文理学院里边 非常难录的一个 然后呃 刚才那个的一个呃 金钱版 大家看这钱在哪 哈 整个加州啊 和德州啊 一个顶加拿大 一个顶英国的这个整个GDP 非常夸张 这是18年的数据 这两年长得更凶 这两年的数据 只会更夸张 呃 科技公司呃 站边的行业 这个股票都是上翻一倍以上的 都是非常夸张的一个数字 然后地区呢 刚才有提 你如果把区域范围再扩大 那还在将来是在纽约地区发展 洛杉矶大洛杉矶地区呢 还是湾区 还有芝加哥这些地区 这就是以区带了 离开这二十个哈 就是就比较偏远的湘腾地区 如果做科研呢 孩子比较喜欢天原生活也可以 但如果是想从事呃呃 行业 在行业里边做一个员工的话 那这些区域你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他们有发展前景 他们形成了一个个的城市带 就像国内现在流行的北上广山一样 呃 这就是现代社会世界的一个格局 优质资源现在逐渐的集中到一些固定的区域 然后有些区域会凋敝 人口会集中到一些小的区域 这是一个趋势哈 然后这个就是产业集群 这个今天就不细 展开讲了 然后刚才我提了科技公司 呃 市值最高的十二公司全世界 呃 全美国啊 当然美国的话已经在世界上基本上就和世界差不太多 呃 里边有六家市的湾区 总部都在湾区 解决了湾区的很多高净值就业 Apple所在的Cupertino 全局房价 呃 普通房价积极均价200万以上 呃 Alphabet Google那边 Mountain 也基本上便宜不了太多 Facebook 很更贵 基本上很多家多处 乔对面也不便宜 然后Tesla Tesla在Palato总部 工厂在Fremont Visa Visa在FortoCity也不便宜 NVIDIA Tesla也不便宜 所以房价高 周围一定有一个非常好的企业 或者一群企 这就是一个现实 但是呢 看 我觉得不是孩子都要在这死拼的 呃 他如果喜欢这个行业 喜欢这个事 嗯 我觉得 那你不可避免都要选理工类的专业 这是一个行业选的 或者学商科 呃 或者是本科学一个扎实的自然学科 然后读 读硕士读博士 呃 来寻求就业上的一个突破 嗯 因为 还是那句话 每个 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 你们对孩子要求的这个 呃 这个套现的这个时间也不一样 然后如何避免全聚德啊 这个其实花时间比较多 呃 我给大家尽量精简一下讲 你看第一个案例啊 是我们几年前的一个一个学生啊 其实我们的时候已经是 呃 在别的机构做完了 找了一个英文老师 呃 谁是名校毕业的 但是他英文老师还是差点劲 我们后来看IC不行 UC出来的结果呢 我们帮他甚至私利哈 他对我去UC 甚至UC UC结果一出来呢 他就慌了 呃 只录了去Santa Cruz 全A的这批 咱们湾区非常好的一公里高中 每年伯克力录大概四五十 这个孩子呢 他的profile demo show 在我们那年的话 百分之百伯克力 我们那年录了一半伯克力 就那年还没有取消标画 然后他为什么找我们呢 就是因为他夜一好就需要都给聚了 他他家里边觉得很慌 他爸爸就说 说不对啊 说他四点四点几 全A啊 那么多EP课 还是有一个club的主席 外面活动那么好 推荐信也不差 怎么会呢 后来没发现他的专业 他的活动和专业不匹配 就这么是 然后他文章里边还是在尽量的往专业上贴 就是太 就是逻辑不严 你中间没有形成逻辑链 就给聚成这个样子 这是几年前的案例 然后呢 第二位是东北部的一家长 我们有家长的咨询啊 孩子呢 嗯 3.9的unweighted GPA 10个AP 1560的SAT 呃 就是那个 Science Olympia top3% 还有一些别的数据啊 在NASA又有intern 结果呢 呃 只录到了叫什么来着 Stevenson Incy Technology 这个学校根本没有人去 就是他属于 排名八九十的一个 一个理工学院 他连普渡都没录到 我们去年一个学生 今年啊 那个学生在三番呢 3.5的GPA3.4啊 还有D啊 我们都录到普渡了 这太夸张了 后来为什么呢 妈妈就说 他找了一个顾问啊 是耶鲁妈妈啊 这个耶鲁妈妈很多人叫啊 这个可能就是 大家不认识的一个耶鲁妈妈 耶鲁每年在 全美国大概录一千五六百啊 一千七百个学生啊 这里边大概难说 百分之二十亚裔吧 这是三百个人 每年有三百个亚裔 就可以叫耶鲁妈妈 对吧 所以大家都觉得 哇 这个人耶鲁妈妈 哈罗巴哈佛巴巴 什么斯坦福 什么旧旧 whatever 不用不用不用care 每年都很多 你把腾小加起来的话 几千个家长 具备这个条件 但是你们有几个敢说 你们孩子进腾校 或者你们亲戚家 或者你们朋友家 孩子进腾校 是因为这个家长 还是因为孩子 我们做这行做久了 百分之九十五是孩子 家长只要不捣乱就行 你就负责接送 照顾好饮食就行 孩子这个学习能力是天赋 后前努力的话 提高的幅度是有限的 主要学有天赋 能进哈耶普斯玛的孩子 一定是学霸 我没有见过 哪个是纯靠努力 他学长没有天赋的 能到这学校 不可能 学习就是一个 纯粹考察 考察语言和逻辑的 一个测试 他只考察这两方面 单方面功能 所以这两方面功能 突出的人 永远就那么多 所以家长千万不要 祖信 这个人是什么 康奈尔的爸爸 什么耶鲁妈妈 后来其实我也觉得 不好 就是你说 如果这个妈妈 如果她之前啊 她一直从事教育行业 因生为顾问 那孩子路的好 我觉得可以啊 对吧 就她一直做这个行业 她因为孩子 进了某个名校 自己变成这个专业 你觉得可惜吗 而你知道这孩子 是因为她吗 就是之前 我买过一本书啊 很小的时候出货之前 有个人就是 早年最有名的时候 新东方没有做出货业务的时候 她姓高 她写了很多书 讲怎么成功 她女儿是在哈佛 写了出各种照片啊 就是讲成功教育学 在国内开办公室 现在销售逆记了 最近又在一些 呃微信群里边 做一些推广 没有人理他了 因为家长已经意识到了 你这案例已经十几年前了 你你你已经是 就是你你那个热度 已经早早就没有了 现在已经就是 大家看你过去的案例 去年的案例 还有你的方法论 更好的家长直接问你 你做的方法是怎么样 你怎么帮我进入这个项目 你的逻辑在这 因为现在家长教育圈都越来越高 再也不是那种移民 就是完全没有 没读过大学 没读过高中的一些家长来问 那个很好 对吧 所以我觉得行业的改变 就家长在选的时候一定要判断 你不要看 你宁可让他女儿 或者儿子去辅导 你也不要让他父母 他父母是因为孩子 进了这个名校 才干这个行业的 你不觉得很突兀吗 路排除啊 有那种天赋一饼 半年就学会了 但是我觉得不可能 我觉得你要看 他怎么让孩子进去的 他在中间做了个大作用 就是你不可能复制隔壁的孩子 你只是线而已 所以他文书问题怎么着呢 后来家长自己说的啊 他就是把活动给罗列了一遍 就把他的活动罗列了一遍 那肯定给拒啊 文书问的根本就不答题啊 你上面人就问的是 你的一些个性 你对社会的一些思考 你讲一遍活动 这太幼稚了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重点讲的 这个字有个type 不好意思啊 北视大实验 这是整个全中国名校录取率 最好的一个中学 没有之一 在西城啊 北京的家长可能比较熟 这学校非常牛 这两家算差一点 之前有一年特别震惊 他平均托福 小孩都在115以上 他是掐尖的 这帮小孩本来都是清水的材料 但是走出国这个路子 然后啊 大家看这个这个学校 去年啊 去年录取结果 81%的学生录的前30% 99%的学生录的前40% 这个数据是秒杀所有学校的 甚至秒杀哈克这种学校 因为他掐尖 他掐尖比较厉害 哈克别学校是 小孩是不愿意去这种学校 排名 他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呢 国内只看排名 不看别的 所以他就是传统的 比诗大实验 路度非常好啊 普林斯顿有 哥伦比亚有 而且不重复啊 他就在这放的这个 这个录取结果 都是单单录取 而这孩子 你看数据啊 之前他那个 在直播上很火的篇文章 他数据完美无瑕啊 Tof114 GPA全满 球生铜 全球铜鸟 Useco Plantin 伯金鸟非常厉害 我们那年伯金鸟 那几个小孩 全是不合理CS 都录了 那几个女孩 我们那两三年前吧 还有一个录的格纳 然后 呃 这个这几 下面几个奖项 计算力的 就这几个都是非常高啊 全球都是非常高的 然后他这 这些简历 非常 你看 足球队 各方面 你从头看吧 围棋 就 这个怎么着 前二十的六啊 你看为什么没录啊 这是 这是对他的访谈啊 这是网上公开的啊 我之所以把这个信息放上 是因为他网上可以查到 这是公开的信息 他就是访谈录出来的 呃 他其实是不满意的 这个孩子再怎么说 他你也能看出来 他是非常气愤的 他觉得不可不可理喻 所以他把这数据放在网上 大家看他 呃 他说UCSD啊 也不错 呃 不会受歧视 呃 靠的实力 也不是靠虚名 他表面说 同样是虚名 但是说呃 MIT没录的时候 他还是很上心 所以这孩子还是小孩吗 还是比较 比较 说话比较直 没有那么多 技巧在里边 他就在讲自己的这个经历嘛 他说呃 游戏情报淡写 他写数学是为了进入专业 他希望最上场的是 是游戏这块 他的游戏界很有名 很多人都知道 他底下的很多评论 然后呢 问他说这点挑战 这是这点生意生意的不好 你有什么想法 他说 我还是那个少年 没有一次次改变 这是一句歌词哈 呃 他认为世界非黑即白 呃 这句话说的特别对 他整个的篇幅就在讲一点 他做错事还是找别人原因 他不认为是他的原因 他认为是招生官眼下 就是就是吓懵 他他就觉得是 他这么好 他如果服这个结果 他不会放到网上 他就因为太不服了 然后大家看哈 呃 申请记遇到最大挑战是 SAT文学阅读 家长你们也知道 SAT阅读部分是最难的哈 每句话意思都能明白 连起来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 我对文字玄学完全不能理解 文字和玄学 它不是一个东西啊 玄学本来就是伪科学嘛 你看 描述成信心论 概率论才可以接受 他的意思就是 我是理工的词位 你不要给我讲这个 呃 再看接下来啊 他后来认为他没录取 就是因为他没有绿卡 这是他最后的结论 然后最后一段来看看啊 因为太多了 不多看了啊 他说他的目前的这个这个比赛 他那个比赛 Code Conference的分上 比UCSD现役第一人 还高了570 其实就非常高了嘛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是来降维打击的 我是个我是 我是等于是 那个什么 呃低价的 我是一个公主 驾到你们这个平民价 他其实骨子里边就瞧不上 这个UCSD 但是UCSD是路子最好的 然后呢 说英文太累了 UCSD又没有 稍稍给力的中国人 你看 他满腹皮 这是孩子啊 咱们过度价值 他的价值观 就是他代表了很大一批 国际留学生 包括一些个别 在美国待的孩子啊 就他是非常严重的 那个精致的利己主义 功利主义 他所有的问题就升学 你他整个片刻里边 没有讲对这个 学习里边 他喜不喜欢 学习的人文氛围 对吧 环境 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美国的小孩很典型 我们在学校的时候 他们就说 我喜欢那边那边有海滩 我喜欢冲浪 我喜欢自然环境 我希望平静 就我喜欢朋友 可以看外出 就你觉得美国的孩子 他在考虑自己的感受 我怎么感觉 怎么爽 中国小孩不是 我只要进来MIT 你们都要养识我 我接触太多这样的孩子了 就是他们非常目标专一 就是为什么国内能做出 这么多很宏大的一些叙事 帮我们的行业 我们的这个经济 发展这么疼悲 大家万众一心 就一个目标 一将功成万古呼 就是我只要混得好了 我就一心还想 大家都养识过 这种理念已经 渗透到下一代 你看这孩子 从头到尾 就觉得UCSD 就是能下架你了 我就在委屈修权 我比你强 各种藐视 他的文书 重点来看看 这边我说 一看第一句 我就知道有些菜了 你就不用多看 小文书里边开头 我就截了这一部分 他说 Games are designed for one I pursue suffering 这句话是一个技巧 给大家动一个悬念 你看游戏是给大家娱乐的 但是我喜欢 这个suffer 我喜欢吃苦 对吧 这种 如果你起这个头的话 你后面要解释的非常好 他没有 他解释的不行 他就后来用自己的数学理论 来炫技 来告诉你 他特喜欢用数字 来解决现实的问题 他走的是这个路子 我觉得这就是 他不理解美国申请系统 读UC文书的 是两个UC reader 一般是学文的 是何总工 按小师傅的 他们工资非常低 每年都换 有的时候会一直做 有的人会一直做 他工资非常低 叫UC reader 两个人打 两个人端端端打分 私校也是 他是一帮人读 那帮人基本上学文的 学理文科的一般不做招生官 为什么 招生官工资太低了 招生主任 宾大招生主任 工资也不会比 谷歌的工程师高 我说的是rumor的工程师 所以基本上 招生官好像是学文的人在做 所以 他跟他写的东西呢 这招生官那么好都没学过 pre-calculus 你给他讲这一套 还有下面一会儿啊 就各种炫技 自己的数学能力 和这个coding能力 和这个解除能力 一定会被秒杀 因为你首先 你这个问题 就不是让你炫技的 我是问你 你为人 你能不能就是 讲点接地气 讲点人话 就是这个点 但是孩子就是 太急于轻声 炫技 他代表不是自己啊 他代表一群人 很多小孩有这个情况 只是说 他这个 他文字角色的机会 可能太不懂美国文化了 就是完全不了解这边情况 就是比出了那么建议 看他profile太好 出了那么苏主意 让他炫技 罗列亚自己的成绩 把他硬拼进去 就像国内一些电视剧啊 包括一些很烂的电影 他为了这个 突出这个演员的一个特长 而设计了一个非常 狗血的剧情 你觉得非常突兀 就是假如说 这个男演员非常高 他非要设计个剧情 让这个男的去 所有都摘不上 这个树上的果子 他就摘 你不觉得很冷吗 就突然出这种剧情 这个文章就是 我们在看的时候 我们觉得很突兀 不光是他当 以前我们接触很多孩子 包括美国本土的孩子 东西非常突兀 就这个剧本是有问题的 我看起来 我觉得非常怪 逻辑不通 这个是我觉得 最有问题的 他说你看 我们学校每年 有一个职位 别的那个 就这个没有人抢 是学校那个打倒卫生的 就卫生委员吧 我们以前在国内读书 卫生委员 他说 我选他不是因为 这个东西 是一个对大家的奉献 是因为 你们都没有看到 这个后面的 big fat reward 他说 哎 你们都忽略了 你们都傻 我最精 我知道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学校有用 他就在解释这个 这句话是非常功利性的 老美 就美国这本老师 不可能喜欢 初中高中小学 任何一个老师 他看这句话 他已经会让你改掉 因为 你看到 你看到 你为什么要炫耀呢 好像就觉得 你对聪明一样 这种嘚瑟啊 这种优越感啊 是让很多 别说老美的 中国人也不是 就是 其实孩子可能不是这个意思 他只是为了炫技 但是这种 这种写法非常不好 非常不讨喜 就和两个人聊天一样 你去谈天 你就将来自己多好多牛 别人都傻 你对面那个也被你喷了一圈 就是我觉得这是基本的一个沟通的能力 然后你看 最大问题就是没有旅卡 他自己还给自己的学术文章 这个打分 就是自己的S打分 你都能自己打分了 没路 你觉得是老师的问题还是你的问题 就是还到现在 他都认为是 装神官的问题 对吧 这种观念很多 就到最后你都没有 你都认为你是规则制定者 如果这个人是不是像一个数学公司一样 这么好算的话 那太简单了 那老人要不要 对吧 你COVID的话 要不要救老人 要不要花那么高的医药 今天也严重了 那他们自然死亡 所以这种价值观 是整个西方价值观 包括中国一些 有知知识的底线 你在讲纯讲效率 不讲这个社会公益 讲人性的话 那这社会太恐怖了 你就和那个哈佛那个幸福课一样 如果一场车祸 一个杀人犯 他在带着急救 他的浑身都很好 旁边有五个人 也被撞了 缺心缺肝缺肺 只要把这个杀人犯给弄死 把他的肺 这五个人就活了 这样干不干 美国的伦理课 哈佛那个伦理课 中国的肯定啊 那肯定一换五啊 对不对 美国不会 美国不会搞这个事 西方都不会 整个价值观和中国实现的是有对抗 中国很多好好的价值观 在主流媒体以前看不到 所以我觉得家长要考量 就是你们孩子写的时候 有没有太多的功利性 就是我们不是没有功利 我们要生活 我们要在这社会奋斗 但是基本的道德观念有没有 对吧 那基本的人性和伦理有没有 就是这个孩子 我没有说的没有人性 这孩子我说的没有那么夸张 他的这些东西 给人家个不好的印象 让人觉得你太精于算计 你没有这种社区感 你没有说是 考虑别人的感受 你太多的利己在里边 美国大学是不要这个的 如果美国大学都要这个 那行了 谁做义工 谁去做那些支教 谁去做那个 一些就是出力不上我的事 假如说食堂饭不好 都去忙着学习了 谁去抗争 谁去做那个leader 这个学校谈判 对吧 这些事都要有人做 一个社会里边 民主社会一定要有这些东西 所以我觉得这孩子 就是进入一个误区 他就太想去 去争取名校的喜好 他用中国的价值观 来考虑美国的思维 他的生学公共有非常大的责任 这个人没有来过美国 我觉得 他根本就不懂美国的方法 这是基本的常识问题 这不是多高的技能 然后讲了那么多 我们再看哈 如果今年选校 他们怎么选哈 你给大家看看 这个台宝 这是南加大 南加大的一个录取数据 你看 他录了9618人 他最后入读 那是3460人 36% 你说哇 这么低吗 那些学生都去哈耶普 都去腾腾 不是的 像南加大 纽约大学 他们的这个录取人数 最后参加学了 基本上就三四十 这就不算低了 真正低的是20%以下的 像说那么可以多深呢 也不是 这个标准已经很难了 你看看 他的这个GPA区间啊 已经是3.83到4.0 unweighted ICT呢 已经是1500多了 这数据数据已经很高了 然后大家看一个另外一个 这是耶鲁的啊 耶鲁的数据就是家长 如果你想申请好一点学校 耶鲁是一个标杆啊 耶鲁你看看啊 他每年招1000 我看看啊 1578人 整个在西海岸大概是14% 也就是200 200个人 对吧 你看他的分数 这样说 哎 我怎么看这个啊 ICT和ACT 就是ACT27到31 都可以录 11.4% 这和咱没关系啊 这肯定不是亚裔 这个大概率是校友 或者运动员 假如运动员比较少 就是校友子女 耶鲁和哈佛政学校 每年校友的这个比例的话 至少就20%以上 校友我指的是本科 多少校友啊 父母里边有一方 是校友 或者也有的人 可能一家族里边 好几个在耶鲁读书的 也有可能啊 然后他的功效占大多数啊 然后这个数据 比较有意思 大家看看啊 耶鲁呢 1578 他录的时候录的2000多 去的话是1578 大家看看啊 他来自全世界 1124高中 就大家想一想啊 如果你的成绩在学校里边 虽然学校没有排名 但你明知道 你班里边 至少有十几个比你强的 你就考虑考虑 哈耶普斯马 你就不要深了 你可以试 不要抱太大希望 因为你看啊 1578 你一除 那一减啊 也就是说 只有400多个学生 可能来自重复的高中 剩下都是独立高中出来的 就是你在学校里边 不拔架 你怎么可能出得来 虽然我们完全高中 是很牛 但是这种像耶鲁 哈耶普这种学校 真的是非常难度 非常难度 他给每个区的名额 真的是不多 是非常非常少的 所以加上 叫这个难度很大啊 并不是说 我们在这危言所听啊 你要了解这个激励 你就不会那么焦虑的 因为有些人喜欢翻面焦虑 啊我们要 就是他有个基本的逻辑 这个东西就是少 你你如果到那个程度的话 其实很明显 你的成绩把劲 活动把劲 在学校里边两个 至少两个 至少有一个大的 club的主席 而且很多是 newspaper的那个 那个team editor 就这种 他们比较讨喜的 或者演讲辩论 就是这些pattern 是非常明显的 有的时候我们和家长聊个办法 我们就知道他能 大概升减些学校了 你没必要 给大家花大笔 没有必要 因为现在竞争很低点 亚裔这么难做 我们要务实的选择学校 然后这个就是 今天最重点 希望家长可以 take notes 就是很多机构啊 同行啊 你们自己research 都知道分三类 reach match safety 对吧 reach就是我们要够一够 可能达不到 match呢 和我比较匹配 safety呢 safety这两年 我们都不太敢叫 我们都叫likely 因为safety的话 你要关于不录家长 不找你吧 但我们以前safety都会录 这个我只是说 这个趋势发展 不是那么好 reach或者dream呢 其实都一样 就代表你的profile呢 我们判断是达不到 但可以冲一把试一试 match target fit 就是我们觉得 按照我们的经验 你的这个学校出身 加上你们学校9man的数据 加上我们专业 这么多年经验的判断 和这个目前最新的数据 你是比较匹配的 safety呢 就是录取率比较高的 很多网上的工具呢 是让你按百分比 25%以下的就叫reach 对所有人都reach 25%到560的 叫match 然后只要超过60%的 取率的都是safety 其实这是胡扯 这是对大部分人来讲 中间那批人 但是大部分学生 他不是中间 你假如说这个高中啊 每年就录了两三个伯克力 或者一个没有 大部分学生是去50名开外的 那对你来说 这个reach 你的match就是reach 别人的reach 你来深度不要深 所以具体案例 具体分析 我们要 我们做了很多功课 在对美国高中的了解 因为有些数据 我们一眼就知道 这个高中什么水平 不管你美国排北 这是我们多年的经验积累 所以我们在给孩子 选reach match safety的时候 是相对的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即使理工类 很多孩子非常相似 对吧 同一高中 我们做的profile都一样 因为我们就知道 你的活动的含金量 和你平常沟通里边 你推荐性能写得好 还有你的这个硬质标 还有你拿课难不难 我们都会参考 就像一个医生一样 他拿到一个病人的 这个病例 检查报告 那就ICT嘛 然后你的饮食习惯 就你平常的学习习惯 还有你的各方面 家庭计算室 你父母也没读过大学 和医生非常像 我们就知道 你这个病是什么病 大概什么概率 这就是个经验 你多年熏陶下来 你接着很多案例 很成功的做下来 你就会有这个sense 当然我们一直每年都结合 学校的最新的navian数据 那个最准 那个呢 虽然只有ICT和GP的分数 但是至少能告诉你 你们学校如果过去五年 没有一个录到 范德堡大学的 你就不要生 你就不要做那个 当然你看 他是有人生没人生 如果是没有人生 你可以尝试一下 做个ED之类的 另外呢 EA ED EDR RD Rolling 怎么搭配 因人而异 我可以一会家长 有具体问问题 我可以给大家一个 做一个case study 但是我没法 给大家具体说 因为我们家长一个特点 我们家长有那些孩子 真的是二点几GP的 我们有学霸的孩子 我们的整个的 学生的spectrum 非常的宽 所以我在这就 没法具体抓案例 但有一点 你的这个reach match 和sifty 就这三个 我个人的建议比例 reach 假如说你要生十个选择 reach 我个人建议两到三个 把五个到六个 集中在match sifty呢 三四个就够 甚至一个特别容易的sifty 填个表情 你自己来就行 这是我们一般的建议 这个大原则 我们一直遵循 我们把经历放在match里边 因为match里边呢 是代表我们对行业的判断 就这些学校你都差不多 因为reach是这样啊 你要真的够强 你可能这几个都录 你要不录也都不录 没必要浪费精力 你举个例子 这就是ED的好处 哈耶普斯玛这些学校 你只能挑一个吧 ED当你可以选了 选MIT 但是没什么太大意义啊 就是他大学 已经帮你做这个匹配了筛选 就是你想说 我来会儿multiple选 不可能 ED的话 或者你能挑一个 对吧 然后ED2怎么选 ED2和ED1的关系是怎么样 这个都不一样 老多人ED1出来结果不好 他会降低预期 但这批人都非常强 他可能是被哈佛给拒的 他来ED2的冲 对吧 所以就这样说 那我ED2再选一个 和ED1差不多的 不是那么道理 要具体案例具体分析 然后选校的几个原则吧 大学导向 你是以排名 你是以专业 你是以地域 我们刚刚都提了 性价比也是一个点啊 很多家长就说 学费差不多 我选私利 因为有的私利会给奖学金 助学金 有的家长就说 我更偏向于加州 反正都有不同的偏好 但是主要的黄标的这个 是关键 信息必得决定论 你的认知 你朋友圈 还有你咨询的这个质量 决定你的认知 这个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间接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大家多听 一定是 这是非常动态全面的系统 选校不是那么简单 虽然选校不多 对本来说选校非常痛苦 为什么 我们知道太多 也许我们就直接筛除了 我们其实就是 就没有那种新鲜展 前几年特别喜欢 可以通过这个学校走一圈 现在完了 现在就那点东西 硬着边都在那摆着 家长 基本上我这边 现在越来越的家长 都是本科在美国读书的 就我不能够多解释 我们最后做的是一个判断 然后关注自我 这个是偏孩子 有的孩子也是在我排名 父母决定论 就业决定论 财务决定论 兴趣决定论 但是对孩子来讲 我们就看一点简历 你十年级 十一年级 十二年级来 我们看一下你的活动 看你的发展趋势 我们就能很精准的判断 你将来能走到 什么区间的学校 就基本上八九不离十了 会有提升 但是不会突破我们的 我们当时看那个边界 很难 因为现在好多资源非常难 而且亚裔本身就不好 不好申请 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 更多的是稳妥 怎么让孩子能够 录到大部分他身的学校 当然了 你肯定是通过我们申请 比你自己做 和你自己身边 你那个自己DIY的同学要好 这是才找我们的原因 要不然 如果我们身体圈 和你自己搞一样 那有必要吗 对吧 没必要 所以我觉得就是区别 就在这 你身的比你同等profile要好 至少要好 然后这个就是稀缺性 还是刚才回到我那个话题 我看高考试什么难度级别考试 这个我之前放过这图 给大家看看 其实就是稀缺性 它是通过大量的筛选 来把优质的教育资源 给个别人 当然了 这里边为什么中国的高考 又有模拟 就是那个叫自主招生 美国的也有很多这个丑闻在里边 因为你一旦进入这个名校 或者好的学历 你想象的不是 不光是优质的教育资源 你想象的是个名气 带来的一辈子的收益 如果这孩子正常学下来 他拿这个名校学历 他将他的发展 如果他不是那种放飞自我 随便不好工作的 他一般会越后越好 因为这个呢 就是整个教育生涯来讲 十几年小孩 最有含金量的一个信号 给社会的信号 你的稀缺性 哈佛毕业 他等不到要好就业 这就是不一样 但是呢 这是要捷径 不代表那些普通学校混不好 所以说普通学校那边小孩呢 可能付出更多的个人的努力 来后续不能歇 但如果你进入名校 他确实可以躺平好几年 他可以用这个学历 就是一直混的还可以 就是你去 大不了你聊天中国嘛 当外教嘛 虽然现在中国开始打压了点事的 就是去韩国 你就可以混嘛 对于一些不是非名校毕业 他有一辈子的努力 他有一辈子的努力 用实力来证明自己 但是理工科除外 理工科的话 名校并不是那么重要 看你的技能 但是社会学科文科 包括商科 名气非常重要 这个因然而异 对我给大家一个稍微放松点的照片 这个我们女性家 还有女同事特别看这个 这些包 我这包没太多研究 但我知道有一点 限量限量版的包 为什么限量 他就通过价格因素 来筛除来剔除 那些人 因为假如说 他价格太低 太多人 他显得不是尊贵的 所以他就贵 他就找各种借口 什么手工啊 什么什么皮料 实际上像钻石一样 是个是个是个骗 是个美丽的骗局啊 因为因为老都是买这个包 我也不傻 我知道这个包不只是这个钱 但是呢 就是我身份的象征 我这个圈子都在这个包 而且呢 如果做生意的哈 他拿这个包 他有这个用作用 假如说我这个限量包 一看就两三万美元啊 那如果我谈生意 这个地方一看 哦这个很有实力啊 开着哈拉利 拿着好包 他就稍微踏实一点 这是人的正常生理反应 或者在一个非常高大上的办公室 他觉得 这个公司不会明天就抖啊 对吧 他他他有这种perception 这种观念非常关键 所以很多人 他需要这种学历是这样 你在去一个公司应聘的时候 呃南加大哈佛 那他肯定会觉得 哈佛是限量版的爱马仕包 南大可能是LV 就这种感觉 那后来好吧 我又那后来再说 但是有一些公司的工作职位场面 需要这个 呃 技术类除外 偏入虚的专业 有这个特点 所以 明天包包是用价格来来筛出个金子塔 你看就这是金塔 对吧 金塔就是很少的人嘛 中国是用高考 美国是用大学申请 用各种因素来人为的客观的 来来选出这些非常少的 每年几千个学生进哈佛 进斯坦福 就就这样 所有的好的稀缺资源 在社会上都是这种筛查机制 只是筛查的方法不一样 但他目的就一个 把优质资源给小部分人 因为这个资源一定多 假如说 哈佛说 我要扩招十倍的学生 他完全有这个钱 呃 斯坦福也可以 但是他这样的学历就不值钱了 就小了 就就会稀释 所以大家都不会扩招 没有 那个伯克里都不扩招 他一个是教学好控制上质量 但我认为他更多的考量是保持稀缺性 保持的很尽量 然后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很多小孩家长 这个孩子一出生 很多人 他期望着会随着年龄 这个和家长和孩子没有变化 孩子还是那个孩子 你们还是那个家长 只是因为 你们所接触的这个稀缺资源 越来越 你们听的稀缺资源 它永远那么多 但是人口基础大 所以他一定会想到自然选择 会晒出 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东西 好的 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座的全部内容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那如果接下来 家长还有其他的问题 或者是想了解我们更多的这个服务内容 那可以加我的微信或者是致电过来咨询 如果家长有兴趣加入到我们的微信家长群呢 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微信二维码 然后呢 加我微信 我发邀请给您 那今天呢 就到这里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参加 我们下周六晚八点 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谢谢大家 晚安 谢谢大家的时间 晚安 谢谢大家的解决 inter呢